我是演员郭云琪 今年27岁 我是演员薛泽成 我26 长得吧 有点拿喜剧不当回事的 他们长得非常不好笑 我们是阿琪与阿诚 你们为什么来参加喜剧大赛 我觉得就是性格使然吧 我觉得就是性格使然吧 只要我出现的地方 一定要笑声 我喜欢一个欢乐祥和的一片气氛 耶耶耶耶耶 如果你腿大的根本筋 阿琪 我会用尽我浑身解数 让这个场子热起来 我会把视线移到这边的角落 站起来 或者这边的角落 我会把视线移到这边 加油 就但凡有个活物 他都能嗨 他是社恐 他是社交恐怖分子 希望带来一个让大家开心的作品 阿琪与阿诚 我们来了 京东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下一个作品是 黑夜里的脆弱 黑夜里的脆弱 我这个超级无敌最终定稿一定不会再改版PBT 还得改 还得改 我改哪啊 又跳渣的 漂亮 这垫鸭还没有工资稳点 小夕 你都到了 不是 郭跟家回来了 那大傻 王总说 你那个PPT 有问题得重新做 让我回来帮你 不是王总折腾你 他干啥呀 没事啊 你刚开始工作 遇到这种问题 那不很正常吗 哥 你今天过生日啊你 生日这玩意呢 看好了 生日这玩意 生日快乐 晚生日呢 哥 你是真乐观的 要是我 王总他 那怎么能叫乐观呢 那是相当乐观的 零天后这啥也不懂 你来帮我看看有啥问题 这没问题呀 王总说要改 那就还是有问题 你别着急 我喝口水 回来帮你弄 不麻烦吗 哥 不麻烦 谢谢啊 也应该的 这破等啥时候醒 哥 你刚刚听见啥声是没呀 啥声呢 没听见呢 我可能听错了 小谢 我刚想了一下 会不会是因为你那个单页字数太多了呀 不多呀 我这儿有个模板 你看一下 这才是标准格式 你咋的 哥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你刚才把这个呢 我知道你这问题是啥了 你这字体得统一 同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哥 你笑我一跳 你咋啦 坐坐坐坐坐 你哭啥呀 哥 我又过生日加班 啊 我年年过生日加班 哈哈哈哈 我真的不知道 对不起 哥 都不懂 哈哈哈哈 你这字体不统一啊 客户就抓不住终点吗 你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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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咋啦 你咋啦 啊 你等会儿 你你你你哥 就就就就 啊 这客户抓不住终点吗 你 哥 你是不是情绪最近不稳定 哈哈 你情绪不稳定吧 我没有 我有 哈哈哈哈 我今天已经三十岁了 但我 依旧的年轻健康 充满着无限的可能 个屁呀 哈哈哈哈 我这情绪多稳定呀 哈哈 哎呀 字体没问题 这排班也对 你这个事 哥 啊 我跟你求证个事哈 啊 你说 咱俩今天加班 没有加班费哈 你这不废话 加班 为什么要给加班费呢 哈哈 哈哈 不给我加班费 我疯狂 做PPT是为了什么 做PPT是为了实现你的人生价值 我为什么要通过加班来实现 加班加班 那是因为正常的时间 你工作他没做完呢 我做得完吗 哈哈哈哈 我一个人干了三个人的活 我一个人干了三个人的活 啊 啊 啊 哥 你在跟你自己辩论呢 我不可能跟自己辩论 也不是辩论 就是一黑的时候啊 你就 我就傻 就就就好像 好像傻 特别的 特别傻嘛 一梦 哈哈哈哈 一梦 不可能一梦 哥 你一梦 我一梦 弟弟啊 你刚来公司不了解我 你郭哥啊 公司年会上那都是热场的选手啊 啊 桃马的汉子你威武兄长 飞职的群毛 像鸡蜂蜜一样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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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没有意识到吗 我意识到了 意识到了吧 我第一句啊 啊 气高了 我是这个问题哥 来咱们继续说你这个PPT 爷爷 你孙子给您来电话啊 爷爷 你孙子给您 哎 王总 喂 小鲜 嗯 这个明天的PPT里 能不能加一个用户 使用的视频啊 现在啊 对啊 小郭是不是也在公司啊 让他跟你一起拍一下 快点 不是啊 王总 我就是你听我说 我们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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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T还没改完 还加东西 来了 哈哈哈哈 哥 咱们 你别抱怨了 原来王总让加东西 肯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哈哈哈哈 那这拍 拍不了哥 不是 为啥拍不了啊 这产品是个眼罩 哇 我眼罩怎么了 根据我的观察了 你应该是戴不了眼罩 我戴不了眼罩 你赶紧拿来 我给你拍了 就完事了嘛 来 机器架起来 脚架打开 脚架 就搁着工作能力 这个 难道 很强 死哈哈哈 只不韭 里温 你 全 我英文也不行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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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行了 咱不说了呢 我还是得考验的 你慢点 复习资料 哪有资料 在包里 你还真有 这是 啥呀 他送给我的 谁啊 小礼物 女朋友对吧 不 做手了 你灰色头像不在跳动 啥意思啊 哪怕是句简单的问号 哥 你慢点 还记得那年我们在重庆 重庆 重庆 重庆咋了 我想吃火锅 你咋开心上的呀 拍完了 挺快呀 我这眼罩还没热乎呢 我再不摘你心就凉了 我心凉了啥 拿点看看 看看吧 I'm a totally loser 我开着等你没戴眼罩 黑屏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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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这视频咋卡了呢 哎真卡了 喽 喽 喽 咋了 喽 喽 咋了 喽 你等会儿哥 没有黑的 就我刚 黑头发也不行 你啥头发 你拿来我看了就完事 这谁呀 你 这不可能是我 我说不出这话来 你这视频有问题 哥 你就是一黑就阴谋 我阴谋什么 我不阴谋 你阴谋 我没有阴谋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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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 你有 不是 不可能 我多乐观的一个人 我怎么可能遗忘的我呀 哎 这柜子是黑的 不要哥 我那书包是黑的吧 我怎么可以 哈哈哈哈哈哈 小谢 你 哎 奇梦了吧 眼前一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眼前一黑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我我明白 小谢不好说 你听我跟你说 小郭小谢 还没下班呢 干啥呢 啊王大爷 干啥呢 让王大爷 啊王大爷黑龙江人 哈哈哈哈 我不行 我得乐观起来 我得乐观 我去唱首歌 都行了吧 好 啊 哈哈 哈哈哈哈 猫紧张 哈哈哈哈 哥 你 猫紧张 哈哈哈哈 哎呦 有有有有有有 没事没事 你咋子 你还好吗哥 我 啊 我 说说 咋了 我知道你那个问题出现在哪了 你看啊 咱们俩刚才过了一下 你这个字体呀 没问题 排完也对 缺了个什么呢 用户体验的视频 哥 我就说因为王总让这些东西 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嘛 怎么可 你要不别憋着了 你说出来呢 有必要吗 有必要 不矫情吗 不矫情 有英文吗 中文 中文哥 想说啥说啥 就说你不开心的事 我三岁那年 有点早 有点早 今天 哥 今天 我本来很期待今天的生意 我订了一个大包厢 结果一个电话就把我叫回来了 我点了五十多首歌 一首没唱找我 现在倒好了 他们唱得倒是挺开心的 我不开心呢 哥 你说出来了呀 我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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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开心 多说点 我说啥呀 我想好好过个生日 我想好好过个生日 我想谈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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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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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加班 我很帅 我不想加班 我很帅 我很帅 两股 我很帅 你还差点 我很帅 哥 我很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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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听我 跟你 我是真帅 哎呀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帅哥 是白色的 最好 他们请观众朋友们投票 三 二 一 来 让我们有请演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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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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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自己 介绍自己 大家好 我是演员郭云琪 我是演员谢泽诚 我们是 安琪与安城 好 你们这个名字真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其实我们有很技术含量的名字 就觉得有点太大了 你说吧 我们之前的组合名字叫做 平国秦城 平国秦城 你们哥俩是不是干过男团 就试图干过 就特别有那个阳光的那种把人带起来那个感觉 你们俩都试图干过男团 就是都想站在舞台上 但是后面我们发现我们可能更适合喜剧舞台 是的 不要让男团埋没了你们 对 就毕竟那几年的男团风很大 小身板站得有点不稳容易被吹跑了 但是一个喜剧大赛给我们拉回来了 我真的不相信你俩会移谋 我太亢奋了这俩人 我现在甚至觉得你主持过婚礼 我们那个啊 这多少起婚都是我给主持的 他太有劲了这大哥 我想站起来他太有劲了 这大哥 这大哥太有劲了 表现能力很强 这个旁边娜姐也是看疯了 你知道吗 疯了 我看到了娜姐站起来跟我位置欢呼 其实我有点笑 就是笑中带泪的感觉 我后来发现了 坐在中间这个位置到时候都会很感动 为什么 有吗 有有有 我不是为了抢戏哦 不是不是不是 去年有人也坐在中间就感动 谁啊 你觉得呢 谁啊 谁啊 我 让我特别感动 这时候特别感动 我特别感动 也累了 眼眶湿润了 娜姐 那姐站起来那一个瞬间好像是 是是是傻 反正就乐不行了当时 我就不行了乐的 我快晕过去了 我有感动 我有感动在里 就是你们从头到尾一直在感动 一番接一番的 就是让我从头到尾快捣不上气了 哇 谢谢老师 我觉得就是就是你们俩今天晚上应该是第一 哇 哇 哇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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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确实是时间长了 大家会有一种偏见 一般对这个长得比较好看的演员 就是不抱太大的期望 你这作品好 跟长得好 全都连在一块了 对 就是能多好 这个真不容易 出场到现在 这两个演员是我最喜欢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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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们的松和这个节奏 尤其是这个郭云琪 阿琪 我觉得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你们怎么是想到 做这么一个一个作品呢 我不相信你们有这样的生活经验 我们编居是雨萱老师 对 在现场吗 在这里 在这里 你好 你太棒了 你也很帅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雨萱来说一说 说一说这个作品的出发点 好 就是可能每个人 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对吧 就是尤其那种白天工作很累 加班好久 然后回到家里 灯一关 然后就开始想 这个月的KPI还没有完成 然后想着想着 就开始无能狂怒 觉得自己不应该来北京 就是一到了那个晚上 那个状态 就没有办法地去克制那些东西 感觉只有在那个时候 就那种黑夜的状态下 才能够有机会 来释放自己那些负面的情绪 白天的话 你就必须要去做一个很阳光向上的 这样的 就像阿琪 其实大家看很阳光 其实他们都是很敏感的人 我们这个作品的主原型 其实是阿琪 对 他是真的会在晚上 是一个很敏感 是的 很柔软的一个人 我很脆柔软 别看我长了一米八戟 大哥这心眼可笑 太可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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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会不会在这些年轻演员身上 看到自己当年年轻的时候 就是演顺了 然后什么都对 然后怎么感觉都顺了的那种 对 而且那股劲儿是特别重要的 其实刚才我就在 我就在想 刚才如果这个角色我演的话 我能不能演得这么好 我就仔细自己琢磨了琢磨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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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对演员的要求还是挺强的 这个表现力来回的转换 这个控制能力还是挺好的 都好 而且我觉得泽承认特别好 他搭得特别好 而且特别松弛 谢谢余老师 谢谢余老师 这确实很难搭 因为他那个是个神经病角色 这怎么能给他兜住 这很厉害 而节奏都得搭队 这个东西有的时候错了拍 对方就很难 我们其实会被他们两个的表演抓住 觉得这是个好作品 但是这个作品真正好的地方是 也许我们或多或少 会从作品里看见自己 这就是我们常说喜剧的治愈功能 就是你不管在他哪个包袱里面 也许会突然看见自己 在某一天晚上 黑白之间的那个转换 黑白之间的那个转换 我放 喜剧最大的功德 是你说你自己的故事 但却感动了别人 或者召见了别人 关一下灯吧要不 到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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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理解你 老师我想说一下 就是我们做这个作品 也想要表达的意思 就是像今天这个黑夜里的脆弱 这样的事情 大家生活当中都会遇得到 而且你没有办法去改变 这是一个现实 我们想要做到的 不是改变 而是我们能把昨天悲伤的东西 在今天拿出来 当成一个笑话 痛快痛快嘴 然后把过去那些不开心的东西 变成一个能支撑你继续走向明天的 一个动力 然后再去面对未来的痛苦和快乐 还有幸福 谢谢你 谢谢 啥时候写的这一段 刚写 刚才演的时候 在电脑里面就在打 看看分数吧 好 你看这上吧 肯定要上吧 观众分数是 多一点 满分 一万一千四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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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猛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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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看一下中卫会分数是 笑话是肯定拿了 肯定有 一万一千四百分 一万一千九 wao 你 穿太多了 咱分 崑 对 ym 你们的作品让大家都很 终于你 恭喜 直接晋级 好演员 薄的跟一层指示的 但是这特别好 都好各个层面 编剧的基础在那 宝藏演员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制衣了 制衣了 阿琪就是适合这种屈指不息 黑夜的脆弱 他超出一般的演员的 节奏控制力表演控制力 还有这么年轻就可以表演状态 松弛程度到这样的 就是让我挺挺惊讶的 我看到了好的东西 就让我觉得后生可畏